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0月19日表示 目前已经有184个国家加入了COVEX基金 该基金的目标是为了新冠病毒疫苗提供资金 以便公平地分发给富国和穷国 谭德塞在日内瓦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公平分享疫苗是保护高风险社区 稳定卫生系统和推动真正的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快方法 世卫组织紧急情况规划执行主任迈克尔·莱恩 在谭德塞旁边发表讲话时 赞扬了某些国家在成功降低新冠病毒数量后采取的行动 但是也批评了其他国家为了这场大流行设定了假象的终点线 莱恩补充说欧洲的住院和死亡人数开始与新冠病毒病例的急剧上升相匹配 近一半的欧盟成员国在过去一周出现了50%的增长